假如越丑越有钱 这也没个人来 老板 我来买东西 有没有什么新品啊 有有有 我上了最新的火鸡面 行 那这些你全部给我打包 多少钱呀 这些呀 两百元 不是可以刷脸支付吗 我刷脸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长这么漂亮 怎么刷脸支付啊 要不你试一下吧 那行吧 来 微信支付收款三元 才三元 我就说嘛 你长这么漂亮 肯定没有钱 那行吧 那给我一盒吧 行行行 你没钱 停 你干嘛 你买东西 给我算一下多少钱 你选这么多 你能付得起吗 当然可以了 算一下吧 85 刷脸 长这么好看 最多10块 分析收款10卷 啊 才10块呀 我就说嘛 你肯定没钱 非让我给你算 这怎么办呀 你长得好看也不行 等我一下 我去洗发脸 哎哎 你快点 还欠我75块呢 哎呦 我的妈呀 洗了脸 确实不一样啊 微信收款 百元 多了多了 哎 要不你再选点 哎 算了吧 下次再来买的时候 你别扫了就行了 哎 行行行 哎呦 我的妈呀 真丑 不过贼有钱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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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板 买东西 嘛 你你你你 你人事业首富 嘿嘿 被你看出来了 没想到我还挺出名的呀 哎 这位首富光临小店 真是旁边收回呀 你想要点什么呀 嘿嘿 挺会说话的嘛 把你抄什么呀 来 需要多少钱啊 狗狗 这个 那个 哎 两百万 哎 行 走吧 好累 微信支付收款一千万元 一千万 我也没那么多钱 找不给你啊 没事 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 那八百万送你了 哇 那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呃 现在 你是老板了 你坐这 行 哎 去坐去坐 你慢走啊 好好好 等一下 其实 笑 瘦 sale 來 去做 了